两面素挪和福黑慧到底什么关系? 难道像五条五和夏佑杰一样是好朋友吗? 福黑慧被语为天才行咒厨师 长期以来被素挪特别重视 甚至都超过了猪脚虎杖幽人 素挪到底看中福黑慧的什么? 难道是爱情吗? 波勒今天就给大家分析一下 福黑慧是禅院家的子孙 禅院家作为玉三家之一 拥有十种引法术这种独门厨师 该厨师是生德厨师 大家可以理解成天生自带的 无法厚天习德 比如珍希和珍一同出生在禅院家 并未掌握十种引法术 而福黑慧生下来就继承了十种引法术 十种引法术是 使用者通过手引召唤十种士神登场作战 截至目前 福黑慧的十种士神已经公布了九种 分别是狱犬、叶、蛤蟆、托兔、满象、大蛇、灌牛、远路和摩虚罗 每种士神的特点都不尽相同 例如摩虚罗 拥有机强的战斗力和适应力 手臂上的退魔之剑 满满的正能量 周灵作为负能量的集合体 被艾霞当场就怪 摩虚罗的适应力更是bug般的存在 能够不断地适应对手的攻击方式 速挪和摩虚罗对决时 连着使用灵格和夜火才击败摩虚罗 可见摩虚罗非常强大 只是速挪呢 有点变态强 速挪后期腰斩五条五 摩虚罗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灌牛和圆路是在漫画中登场的 灌牛会沿直线运动 然后冲撞敌人 距离越远 威力就越大 圆路可以施展反转出世 反转出世可以疗伤 要知道整个周处会站立 只有五条五 速挪 一股犹太 佳人萧子 离妹等少数人会反转出世 这个技术的含金量相当高 此外 也能空中激动 蛤蟆能用舌头粘住目标 拖度可以迷惑敌人 大蛇能用嘴巴撕咬对手 满相呢 既能使用锤盾 还拥有强大的爆发力 可以说 是种引法术 激奇乐敏捷 控制 暴击 治疗等各种神技能 动漫第一季第五集 伏黑慧和苏诺初次交手 苏诺对伏黑慧的术士 十分的欣赏 苏诺是存在了 伤千年的诅咒之王 击败过的术士不计其数 能被苏诺高度评价 可见伏黑慧的 这种引法术 确实很强 动漫第二季的第41集 五条五提及数百年前 五条家和禅运家的家主 打过一戒 当时的五条五家主 有六眼和无下线出事 禅运家的家主 则召唤出魔虚罗 直接和对面同归于尽了 由此可见 十种引法术 可以比尖六眼和无限下出事 伏黑慧如果将引法术 发挥到极致 他的实力可以接近五条五 另一方面 世神身上 各有一个神秘图案 正好对应 日本史画中的十种神宝 这种神宝 就称为天玺瑞报 这难道是巧合班 神宝的一个用途 是能让一顾的人 起此回生 结合小林曼道 采访杰剑下下的视频 杰剑下下曾表示 苏诺重视 付黑慧的主要原因是 他能通过操控付黑慧 创造出他想要的世界 因此 部分网友大胆设想 苏诺之所以想从 护杖佣人体内 搬嫁到付黑慧身上 主要是杨利用 付黑慧的术师 复活自己 然后创造一个 以诅咒为主的新世界 这个假设是真的吗 具体好看剧情的后续发展 接下来让伯爵 讲讲付黑慧的一生 OK 付黑慧身高1米75 刺猬状的短发很亮眼 他出生于奇遇县 话说和奇遇老师是老乡嘛 他喜欢看技术类文学 喜欢吃带浆的食物 喜欢穿宽松的家居服 最尊敬的人是一股犹太 不喜欢吃红辣椒 很多小伙伴肯定很困惑 付黑慧出生于禅院家 为何不信禅院而信付黑呢 这一切要重复黑慧的老爸 圣儿讲起 圣儿天生没有任何周历 受尽了族人的歧视和朗诺 因此 圣儿离开禅院家入罪到付黑家 付黑慧就是这么感性的 圣儿呢 深知自己尽不到父亲的责任 他主动找到禅院家的家主 想把付黑慧卖给禅院家 尽管圣儿是禅院家是垃圾堆 但至少能保障付黑慧顺利的长大成人 如果付黑慧有舒适 禅院家能帮助他走更远 这些都是圣儿做不到的 由此可见 圣儿很在意付黑慧 付黑慧啊 也不负期望 天生继承了十种营法术 给圣儿振足了骄傲 圣儿死后 付黑慧被五条悟找到 五条悟问他想去禅院家吗 当时 付黑慧有个姐姐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却比亲姐弟还要亲 付黑慧呢 反问五条悟 付黑慧直接给出答案 付黑慧没有选择去禅院家 选择和姐姐一块生活 不过五条悟提供了生活费 最初 付黑慧对成为咒术师没兴趣 直到后来 姐姐在八十八桥 中了诅咒深陷昏迷 随时面临被诅咒杀害的危机 付黑慧啊 陷入了沉思 为什么善良的人得不到好报 这一刻 付黑慧认识到世界是不公平的 他下定决心要成为咒术师 尽可能的拯救善者 创造一个善有善报 都有恶报的公平世界 后来 付黑慧被五条悟引入东京咒术高校 入学就被评为二级咒术师 这一天 付黑慧奉命去取一件特级咒物 该咒物呢 存放在学校的百叶箱内 正是缩挪的一根手指 意外的是 手指竟然不翼而飞 付黑慧赶忙四处查找 当他和一个男生擦肩而过时 发现男生身上散发着手指的味道 这个男生正是唬仗忧人 经过询问 付黑慧得知手指被忧人的同学拿走了 付黑慧赶紧去找同学 同学啊 已经被白眼怪紧紧抓住 手指就在同学兜里 危急时刻 忧人破窗而入 一记铁拳揍蒙了白眼怪 忧人趁机抱走同学 下一秒 付黑慧秒掉了白眼怪 成为育犬的晚餐 此时的育犬还是两只 正当忧人要把手指交给付黑慧时 天花板上忽然伸下一只大手 想要夺走手指 付黑慧啊 赶忙推走了忧人 一通大爆炸后 付黑慧被击飞出教学楼 重摔在走廊上 旧剑又出现了一只凶猛咒铃 轻军以发之际 忧人突然冲杀过来 为保护付黑慧和咒铃激战 不愧是体育生 竟然能和咒铃打得有来有回 就在这时 咒铃想要吞掉手指 然而忧人却抢先一步吞掉了 素挪呢 在这一刻获得了重生 一拳就秒掉了咒铃 付黑慧很心痛 忧人和姐姐一样 都是好人却得不到好报 付黑慧决定对忧人出手 拔除诅咒是咒术师的职责 然而素挪根本不是付黑慧能应对的 危急关头 五条悟出现了 他见付黑慧鼻青脸肿 竟然拿出手机先给付黑慧拍照 完全没把素挪放在眼里 素挪啊 气得对五条悟发起空中突袭 付黑慧眼前一惊 好家伙 五条悟悠闲地坐在素挪背上 一记咏春拳 素挪背垂飞白米远 随后 忧人的意识掌控了身体 素挪被关进小黑屋 扶黑慧傻眼了 五条悟老是真的强 同时也担心忧人的安危 忧人成为了素挪的容器 大概率会被咒术高层判决死刑的 扶黑慧啊 请求五条悟想办法救忧人 忧人是个好人 不应该得到这种结果 五条悟答应了 他将忧人带回咒术高校 通过和咒术高层交涉 为忧人争取了死缓 吞下素挪的所有手指后再死 就这样 忧人成为了咒术师 和扶黑慧成为战友 没过几天 丁奇野强威也加入了咒术高校 主角团三人组成立 少管所上空出现诡异咒胎 三人组前去拔除 扶黑慧呢 召唤出了白玉犬 周围出现咒铃 白玉犬就会咆哮 有名罪犯被咒铃杀害 忧人很悲痛 扶黑慧却一把将他拽起 证明罪犯无证驾驶撞飞放学女童 自私报应 不值得你怜悯 话音刚落 野强威突然消失不见 白玉犬呢 也被垂进墙里壮烈牺牲 扶黑慧有点懵 但下一刻 特级咒铃现身 扶黑慧和忧人分头行动 忧人对付咒铃 毕竟他体内有素脑 扶黑慧折去救野强威 此刻 野强威被咒铃小怪抓住 小怪想要吞掉野强威 紧急时刻 扶黑慧赶来了 赶紧招出蛤蟆和大蛇 蛤蟆拿长蛇头卷走了野强威 大蛇则牵制住小怪 扶黑慧啊 成功就下了野强威 他在哨馆所外面等优人出来 左等右等 却等到了素脑 素脑又夺取了身体的主导权 素脑未报复优人 居然自行掏出心脏 反正素脑没了心脏照样活蹦乱跳 但优人可是会挂的 扶黑慧呢 愤怒到了极致 过去没保护好姐姐 今天一定要保护好伙伴 只要以最快的速度击败素脑 再让肖子全力治疗优人 优人就不会挂 扶黑慧先用体术攻击素脑 但都被躲开了 素脑两手插兜 嘲讽扶黑慧是自不量力 扶黑慧啊 又召唤出了大蛇 瞬间将素脑撕咬到空中 夜同时从空中发起雷霆垂击 然而素脑大臂一挥 大蛇竟然被秒 素脑闪现到扶黑慧身后 扎住扶黑慧一个霸王飞头 扶黑慧呢 直接被扔到大气层 素脑追击上来 一个大脚 再借一记铁拳 扶黑慧被垂到地上奄奄一息 但素脑没有补刀 而是将身体归还给优人 优人啊 知道心脏不再自己活不成了 微笑着和扶黑慧道别后 倒在了扶黑慧面前 扶黑慧很难过 他又一次失去了家人 半个月后 恰逢举办咒术高校大赛 咒术高校共有两个 分别是东京高校和京都高校 扶黑慧和也强威性质不高 毕竟幽人挂了 哪有心思参加大赛 五条悟呢 突然推来个礼物箱 相盖一心 幽人居然跳了出来 众人大惊 这是诈尸了吗 原来 幽人命垂一线之际 素脑以治疗他为条件 和他建立了一个秘密契约 每当素脑说出窃阔 幽人就将身体的控制权 移交给素脑一分钟 幽人死而复生 所有人都非常开心 大赛拉开帷幕 扶黑慧PK家冒献计 家冒加四于三家之一 两个人啊 近身激战三百回合不分伯仲 扶黑慧召唤出满象 满象一遭水顿水漫天地 滔天巨浪冲回大楼 献计被震飞到了空中 扶黑慧召唤出叶 叶释放出一发雷霆之电 电的献计是头皮发码 献计呢 决定使出独门术士 刺血超数 就见献计扔出一袋血包 血包炸裂出番茄汁 瞬间煮成囚龙控住了夜 献计和扶黑慧同时落到地面 向对方发起了冲锋 就在此时 远方忽然有人放出数借降弹 难不成之柱肩打过来了吗 扶黑慧和献计立马停手 随后 特急奏灵花玉登场 他带一波小弟来袭击学校 花玉驱使数万神术 疯狂追击扶黑慧 献计一发血腺冲击 斩上了花玉的脑门 扶黑慧大吃一惊 威力好大 刚才和我打架没出权力吗 花玉啊 忽然突刺上来 一拳骤飞了献计 现在就剩下扶黑慧 扶黑慧再度召唤出玉犬 玉犬升级成魂 白玉犬牺牲后 其能力被黑玉犬所继承 这也是十种营法术的特点之一 黑玉犬的速度更快 一个光速突刺 抓伤了花玉的香壁 但扶黑慧呢 不幸中了花玉的咒种 体内生长出石人花 石人花会持续吸收咒力 扶黑慧使用的速式越频繁 石人花的根 就会在扶黑慧的体内扎得更深 扶黑慧进退两难 轻军一发之际 幽然和东堂赶到了战场 扶黑慧虽然不甘心撤走 但以眼下这情况 扶黑慧只能将战场托付给伙伴 熊猫啊 扛上扶黑慧就跑 幽然和东堂不负众望 做得花玉连连后退 逼得花玉一度要施展领域 结果这个时候五条物赶来了 一发池 大地被炸出个深渊裂缝 花玉重伤败走 只可惜 花玉到时都没展示领域 没过多久 八十八乔发生了人类被诅咒的事情 扶黑慧呢 第一时间赶过去 希望能扎到伤害姐姐的凶手 然后遇到一只特级揍灵 扶黑慧惨遭挨打 弥留之际 扶黑慧想起五条物成叮嘱的话 你只会过低评价自己和他人 扶黑慧啊 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 因为手握魔虚弱 误认为可以用自暴的方式解决一切 却从未想过以自己的力量权力应对 扶黑慧顿悟后 便领悟了领域展开 他第一次使出领域 欠河暗一停 只见黑影席卷大地 无数是神扑了出来抓住咒灵 夜召唤出双胞胎兄弟 对咒灵是一顿群殴 御犬接着发动致命一击 咒灵直接魂飞魄散 扶黑慧啊 成功独自一人击败特级咒灵 并且领悟了领域 虽然是不完全的状态 但这进步很大 顺挪对扶黑慧的表现很满意 为你点赞 不过可惜的是 姐姐仍然深陷昏睡 扶黑慧呢 也只能默默期待姐姐早点苏醒 2018年10月31日晚上 涩谷事变发生 五条雾被玉门将封印 咒术师全体出动 赶往涩谷营救五条雾 扶黑慧和幽人 负责拔除涩谷车站外的杖 这个杖拦截了咒术师的增援 杖的控制者是个老头 扶黑慧啊 打出的重攻击 老头居然全部免疫 扶黑慧拿满像砸老头 老头竟然毫发无伤 真是太邪门了 然而当扶黑慧操控托兔围住老头 老头却不敢对托兔下手 扶黑慧判断 老头的术师是颠倒 对手的攻击越强 老头受到了伤害越弱 反之 对手的攻击越弱 对老头的伤害就越强 扶黑慧呢 联手游人对老头打出棉花拳 老头直接被做成植物人 杖被成功拔除 扶黑慧和幽人分头行动 幽人先去救五条五 扶黑慧送伙伴去医院 而后在寻找幽人的途中 意外发现纳纳明被投更拉入领域 纳纳明和队友明显打不过投更 扶黑慧呢 果断进入领域 施展领域对抗投更的领域 综合领域里的必中效果 想将大家带出领域 没成想 老爸圣尔竟然钻进领域 圣尔是被敌人短暂性复活的 投更惨遭圣尔吊打 投更阵亡 众人意外地脱离了领域 结果圣尔又盯上了扶黑慧 此时的圣尔并未认出扶黑慧是儿子 两人在大街上大打出手 扶黑慧因为使用领域消耗了大量咒力 没法继续战斗 掉头跑向萧子所在的区域 得赶紧让萧子补血回来 没料到 老爸闪现追了上来 揍得扶黑慧是鼻青脸肿 托兔群哦圣尔 圣尔呢 大脚阵列地面 碎石飞在空中 圣尔拿碎石当子弹 对托兔是疯狂突突 可怜又可爱的托兔惨遭毒打 扶黑慧继续跑 圣尔一个半道主机 将扶黑慧堵进了小巷子 扶黑慧心慌了 难道我今天要凉凉了吗 就在这一刻 圣尔啊 突然察觉到了什么 他紧盯着扶黑慧 刺猬状的头发 有夜行的眉毛 永不放弃的眼神 和自己太像了 圣尔逐渐反应过来 这个小伙子 难道是我儿子吗 圣尔呢 果断主动远离了扶黑慧 扶黑慧不明白 圣尔为什么问这个 但他还是回答了 这一刻 圣尔欣慰地笑了 我的孩子没有性残怨 他是我的骄傲 随后 圣尔主动抱头身亡 他怕自己失控 伤害了扶黑慧 扶黑慧啊 全然不知道 眼前的男人是老爸 他赶紧去找肖子疗伤 结果人渣春泰出现了 一刀就将扶黑慧砍倒 扶黑慧完全没力气反击 万般无奈之下 召唤出了最强是什么虚罗 想要和春泰同归于尽 幸运的是 朔挪及时赶来 他可不想让扶黑慧这么早挂 随即 朔挪和摩虚罗展开激战 连着使出领域和夜火 这才将摩虚罗击败 成功救下扶黑慧 比起参与涉骨事变的多数人 扶黑慧真的很幸运 虽然身负重伤 但好歹保住了性命 但在漫画后续的剧情里 朔挪成功搬家到扶黑慧的体内 完全控制了扶黑慧 扶黑慧最终的命运会如何呢 我们期待未来的剧情吧 但愿扶黑慧能恢复自我 好人一定要有好报 本编是动漫人物制的第五集 咒助回战之扶黑慧 本期问题 对于始终音阀术和六眼 还有无限家术士 大家觉得哪一个更厉害呢 选音阀术的勾三一 选六眼和无限家术士的勾三二 不过呢 还是选后者吧 无限家术士 停止之力太强大了 任何接近之物 都会无限制变慢 根本触碰不到目标 不过独物除外 伯爵你选哪一个 我选引法术吧 技能实在是太多了 有魔序罗当保镖 我就是天下敌 好了 本期弄交正了 这是伯乐动漫频道 大家多多支持 记得点赞关注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